大概40年前叛逃到中国的林毅夫呢 到了中国之后哦 他就摇身一遍变经济学家了 当然台湾是通缉他的 很奇怪的是现在 他的太太竟然秘密的回到台湾来访问 请问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还有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事实上呢 那么当年刚好40年前 40年前叛逃离开台湾的 这个现在名字叫林毅夫啊 他的妻子陈云 因为最近这个有相关的人邀请他来嘛 那来了以后呢 也包括到花莲区跟东华大学的一些 这个学校 学校里面的相关的人士呢 那个聚餐啊 不过因为邀请他来的时候呢 他邀请的那个目的里面呢 写得很清楚 所以后来听说相关请制单位的人员呢 也有进行监控 所以后来好像也没有进到东华大学去 就是餐序啦 跟大家这样的餐序 那陈云英事实上 他的身份很单纯 为什么呢 他虽然当过人大代表 虽然当过什么 但重点不在于他身上 而在于他的先生林毅夫的身上 那么林毅夫是谁呢 他是中华民国拨迁来台湾了以后呢 建军史上第一羞辱人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黄埔子弟啊 那你要知道军人啊 军人就是主义忠诚荣誉 对不对 他把忠诚跟荣誉踩在脚底下 让他们同其还有前后的学弟 因为这样而蒙羞啊 所以林毅夫 他们对军方来讲 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一个表征啊 对国军来说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本来你知道 他是国军英雄你知道吗 白国军英雄 对他本来是英雄啊 林毅夫的本名叫林正义 他呢 事实上是宜蘭人 然后呢 他宜蘭人以后 那么从小啊 生活非常的困顿 所以妈妈呢 把人家这个洗衣服干什么的 他自己本身呢 常说常常必须放学回家 然后第一件事情 跑到人家餐厅哪里 去把那个厨余啊 拿回来去喂猪养猪等等啊 所以呢 他刻苦从学 后来一路考考考考 是考到台湾大学 那么他当台大的一年级的时候呢 当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 也就是我们退出1971年 退出联合国嘛 然后呢 联合国不让中共就加入了嘛 那很多的国家呢 就排斥台湾 所以呢 排斥中华民国的情况之下 他就在台湾大学啊 那么他要求 台湾大学不是我们都说 哎呦 这个学生主席在代表等等啊 他在一年级而已哦 还新生而已哦 他就要求一年级的新生 我们必须选一个代表 你知道吗 他就后来当选的这个会长 学生会代表 第一代大一哦 就当了 然后呢 当时为了 等于说表达不满呢 表达对这个 中共跟联合国的抗议 他还要绝食 这么厉害 绝食以后 后来台大的相关校长这些当过 就很紧张 因为你把事情闹得太大了嘛 还去劝解他 不断的劝解他 那么以前呢 我们都知道 以前或是后来 台大通常是在蜀训嘛 他成功领 大学生要到成功领去 是蜀训嘛 那一年改成韩训 那我在想说 可能是他当时对台大 那么劝逐他 结识这个不满 所以后来 他去韩训了以后 他就突然间 那么就跟这个 成功领呢 这个相关的长官说 他不要读台大了 他要投笔从容 那跟各位说 当时他这样的说法 而且他说是在 听到讲经国 来跟这些 这个成功领的学生呢 那么讲了一番话以后 他突然间 毛塞顿开 认为不能只顾自己 我一定要投笔从容 为国效忠 报效国家 你想想看 当时正在 退出联合国 跟他在倒霉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 台湾大学的高材生 英雄 当年的环境 跟现在不一样 当年 现在当然当兵 这个 是荣誉职嘛 等等嘛 志愿义 这个义务义等等 你会觉得 志愿义很了不起 可是当年确实 那么志愿义 有的时候 或是联红带变 有的时候 尤其是 那个台湾大学 几乎没有听过 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 美国大家就跑了嘛 台大不读 读军校 对 他就能去读军校 而且本来是 因为他是理工科了 所以让他去 中正理工学 不 我直接要进官校 所以后来他就进官校了 然后呢 参谋总长觉得 这个人是可笑之才啊 所以你要知道 就把他当样板 不断的不断的接见他 然后不断的叙述这件事情啊 那么他在军校呢 四四期第二名毕业的时候 听说 包括蒋经国都特别来召见他 你知道吗 那他是不是变成英雄了 英雄了以后 还特别跟当年的军中里面 负责政战体系的王身上将 特别交代 这个人好好给他栽培 好好给他照顾 然后呢 紧接而来 他还 这个下部队呢 之前呢 还让他去就读 相关的这个政治大学 拿到了这个硕士就对了 是不是对他都已经 三千宠爱在一身嘛 后来还让他到金门 当了马山连的连长 跟各位介绍一下 为什么让他当马山连的连长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因为马山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马山 那个播音站 广播站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距离对面 中国厦门的脚宇 只有2130公尺 非常的近 平常 我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等于说对面的脚宇了 那么近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当上尉连连连长 是不是你的荣耀 第一线呢 你在第一线嘛 你一般的人 我如果不信任你的话 我怎么让你来当马山连连长 你军中如果给我出个事情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让他当马山连的连长 再加上他外文能力 还有包括他的表现 他178公分 英姿换花 对不对 然后又是台大 所以呢 当时所有人认为 林郑英在这个地方 OK的 在这个地方继续下去 出将录像 当到将军 大家都不会压抑 因为他变成一个样板了嘛 那么也在这个时候 听说发生了一件事 他其实后来有结婚 就是跟陈云英结婚了嘛 还生个小孩啊 那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 听说是因为 他在当马山连连长以后 曾经回台度假 度假重新回到金门了以后呢 就变得怪怪了 他就不想当马山连的连长 然后甚至于还跟上级 希望能够请调回去 官校教书就对了 然后呢 一直弄得不愉快 然后一直跟这个 金房部这边呢 就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个本本来是英雄嘛 国军楷模嘛 那有这件事情 可是没想到 就在1979年的 5月16号 发生一件事 什么事啊 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 那么里面一个干部呢 还跟这个连长 也就是这个 那时候叫林郑毅 后来他改名叫林郑毅的原因 是因为避讳 说军中长官 刚好名字跟他一模一样 同一个部队里面 他自己还故意把名字 改成林郑毅 交谊的谊 然后后来到这个中国去 还改成林毅夫啊 那天晚上8点半 那么他 有一个干部跟他报告 说要去接新兵 他还说 好好 您就去接吧 那么等到接完新兵回来了 以后一个小时后 9点半的时候 找连长 连长不见了 那那一天 有一个人 算他不知道是姓 还是不姓 为什么呢 连辅导长 那一天 他刚好第一天来报到 他如果是本来的连辅导长 这下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那天刚好他第一天来报到 所以来拜到了以后呢 事实上先见过了 这个林郑毅 这个连长 讲没几句话 结果呢 后来都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以后 就跟这个辅导长 Paul 他就跟他报告说 Paul 我要找连长 对不对 连长不见了 这样子 那辅导长呢 因为你知道 辅导长是政战出身嘛 他的警觉性比较高一点 他就到连长室里面 是看一下 糟了 连期不见了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连期对这个连来讲 就是正连之宝啊 闹鬼了 也得记连期啊 你知道吗 连期不见了还得了 那连期到哪里去了 连长也不见了 连期也不见了 找战备包在哪里 连长有一个 金门连长有个战备包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包括作战计划 那也包括 马三连的地图啊 然后呢 也不见了 战备包不见了以后 还有一个阿兵哥 跟这个Paul 讲说 Paul 怪怪的呢 因为前几天连长 从里面跟我问 要跟我要潮汐表 什么叫潮汐表 也就你的马三连的附近 因为在金门嘛 所以呢你掌潮 退潮 你都有 上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为什么要这样记载 因为怕水鬼 对面的水鬼摸上来 他 这个连长竟然 给带走那么多东西 然后又在问潮汐吧 这时候Paul 想说 到对岸去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怎么办 赶快报告 所以呢 向航那个时候呢 师部有一个这个查勤官 刚好来 来了一听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啊 他赶快也跟师部报告 全金门进行一个叫雷霆演习啊 各位在金门马祖进行雷霆演习 讲好听啦 地毯式啊 其实就是很可能有人逃亡啦 你知道吗 所以就赶快雷霆演习 赶快找找找 也不敢讲说是叛逃啊 那私底下已经有人开始在说 哎呦 连长叛逃耶 马三连耶 不得了啊 然后找了半天找不到 可是第二天呢 还已经觉得怪怪的 但是第二天 还是不敢大张旗鼓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研判 如果这个林郑毅过去了的话 成功过去 那个他们也有播音站 播音站一定出来 一定赶快广播了嘛 广播说 我们的这个马三连的连长来投降啦 欢迎啊 然后怎么样 也没有 人会不会死啊 就如果万一 如果过去的话死了 这时候还意外发现 马三连的四颗篮球不见了 所以后来研判 很可能 当年的这个林郑毅 现在的林毅夫 就是穿着救生衣 然后呢 四颗篮球的福利 对不对 牛勇 刚好那天 要死不死 是那一年啊 就民国68年 那一年的退潮 退得最低的一日 所以他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面 2130公尺呢 可以部分路段 部分海域 才用走的 那所以呢 不会那么巧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 有个后遗症 后来整个金门啊 你要拿篮球跟躲避球 都要登记 全部要登记 哪一根球 比哪一颗手榴弹 还要管制严格 怕你就偷溜过去 你知道吗 这么好跑啊 非常离谱 你要打个球 你就要申请登记 查核 球没有拿回来 以免你逃亡啊 你知道吗 那后来这件事情 就不敢伸张啊 不敢伸张怎么办呢 还是去他家 甚至于还去他家呢 有一些金额 抚恤金啊 因为失踪了嘛 只能用失踪嘛 可是倒霉到一个 另外一个陈姓的军官 为什么呢 他也是台大 转官校 然后进去里面 这个等于说军里面服务了 因为开始 外面台湾开始 飞飞扬扬 有人在传啊 有一位台大的 这个相关的军官逃亡 然后呢 就逃亡到 叛逃到队安去了 结果有人在指指说 是那个陈姓军官 那么当时高层 还特别安排 陈姓军官出来说 没有我在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发生 事实上 其实那个人叫林正义 然后林正义后来呢 进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 他们一开始 也是对他采取怀疑 抱持怀疑的态度 你会不会是 故意要来渗透的对象 所以考察查核了一段时间啊 那么甚至于有些学校 还不让他进去 最后他顺利进了北京大学 得到了硕士学位 后来还到美国芝加哥 那么拿到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这个世界银行 有没有工作人员等等啊 那后来就是林正义的故事 就这样来的 好 你改名叫林义夫了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去世 他心里想 我在1979年的时候 到2002 我的这个追溯期应该过了吧 20年追溯期应该过了 所以呢 他申请回台湾奔上 那时候准了 不过就是因为有人话太多 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先让他进来以后 把他抓起来 那话太多原因是 已经准了让他来嘛 但是事实上 本来的原因是 准了以后 进来以后 就不让他出去了 你知道 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 法律追溯期是 1979年 民国68年的时候 他不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吗 发生了以后呢 照理来讲 追溯期就是20年 那他已经过追溯期了 不对不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林义夫的逃亡的犯罪事实 他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也就是说 一直到2002年 当时他还在逃亡 在我国的法律里面 他还在逃亡 所以他的法律追溯期没有过 所以那时候照理来讲 你应该让他进来嘛 让他奔上 抓起来 你知道吗 那该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他对我们中华民国的 这个军域损失 这个损失影响太大了 对 那有一个传言说 辅导长 当时他的辅导长 因为那么政战工作没有做好 所以被枪毙 不对不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 我刚刚已经说了 当年的辅导长 其实第一天上任 晚上就发生这个事了 所以他没有枪毙 他还代理马三连的连长 但是可怜的营长呢 被计诈过后 三个月 勒令他退伍 还要以生涯规划 有点像是我们这边 那个阁员 被人家弄走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的旅长 那么先被计诈过 从陆军转到警备总部以后 因祸得福 后来中将退伍 然后呢 他的师长 后来甚至还当上了上将 所以后来为了一个林义夫 林正义的叛逃 本来的国军英雄 到底到今天还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叛逃 为什么要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要把自己前程示警 突然间成为一个叛逃的懦夫